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校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习近平屡屡破镜 预示中国巨变 习近平执政已经满三年了 这三年以来 习近平屡屡的破除中共的一些禁忌 其力度和规模前所未有 那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家发生巨变呢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我们刚刚从四个方面 首先来梳理一下习近平的破格之举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政治司法改革 我们知道习近平执政以后 首先就是把政法委周永康和江振民 他们用来迫害民众这个系统 把它降格和边缘化 然后就把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 这个劳教制度给废除了 我们知道最多的时候 劳教授曾经关押过 40%到50%的法轮功学员 习近平上台把它废除了 然后呢在今年5月1号开始实行 这个有岸必利这个制度 目前已经有19万左右的 法轮功学员和家属 向两高递送了控告江振民的诉讼状 另外呢 这个习近平规定就是说 公务员就职要向宪法宣示 而不是向中共 这个共产党宣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还有就是在今年这个五中全会上 废除了实行了三十多年的一台化政策 当然这都是主要的方面 这个其他方面还有一些 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在反腐打虎方面 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 是吧 这个都不用多说 目前已经实现了这个31个省市的全覆盖 打下的大老虎 副省部级级上的党的内部的这个腐败分子 已经达到65个之多 大小苍蝇应该是无数了 是吧 现在目标直指江振民 是吧 还有这个郑敬虹 这些主要的降派人物 而且呢 已经打破了行不上常委 是吧 这么一条规矩 同时就是说这个上不封顶 包括前常委周永康 前军委副主席徐柴 郭伯雄等等 而特别有意思的是 习近平打虎是非常有章法的 而且呢 这个布局非常周密 是吧 点线面步步推进 那么面上我们已经看到 当然了 是30个省市 是吧 全覆盖 点上实际上是重点在上海 就是江泽民的老巢 现在在上海呢 这个艾宝俊被抓以后 撕裂了一个缺口 所以矛头直指江家父子和韩正 是吧 当然从线上看 我们可以看到从几条线 从这个军队 政法 是吧 公安 是吧 还有那个石油 文宣 金融 国企 多条线上交叉进行 是吧 而且习近平打虎啊 有两个很基本的特征 第一个就是他预设江泽民 为一个既定的目标 然后层层推进 是吧 换句话说 他不是脚踩西瓜皮 划到哪儿算哪 而是说 一开始就有一个目标 然后进行不断的这个围剿 是吧 许多东西看来是有缓有急 但是呢 是做铺垫 第二个 打下的大老虎 基本上都是江派人物 我们知道江派 他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什么 就是迫害法轮功 手上沾有血债 这个习近平打虎 实际上一方面是有坚定的信念 这个目标非常明确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有这个稳健的操作手法 这两方面都是 都是结合的 是吧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江泽民是 等着是死 而且呢 他反抗的话是死得更快 更惨 这是第二个方面了 第三个方面 我觉得是在对外策略方面 习近平实际上是突破了很多 中共历来的这种惯例 是吧 走自己的路 最显著的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个是跟国际上的邪恶势力 割裂开 是吧 习近平执政以后 从来没有去反共朝鲜 同时呢 也没有让金正恩来访问中国 是吧 彻底的这个 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把这个朝鲜给抛弃了 是吧 实际上呢 这个朝鲜呢 在江泽民时期啊 跟江泽民这个江派有很大的这个挂钩 随着打江呢 当然了是抛弃这个朝鲜 应该是说这个势在必行 还有对ISIS 我们知道最近习近平也加入了国际上对ISIS的围剿 是吧 参加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决议 这是一个方面 再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对确立了与新性自由民主国家 这么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 是吧 首先呢 就是这个缅甸 我们知道这个缅甸的昂山素季 今天早些时候习近平会见了他 当时呢 昂山素季是缅甸最大反对党领袖 而且呢 昂山素季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当他是这个国际上公认的 自由民主人权的一个象征 那么在当时情况 习近平会见他是冒有一定风险的 这是这个一个 再有一个例子 就是什么 习马会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 实行民主自由这么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实力 而且呢 习近平这次跟马英九会见 实际上是以双方对等政治实体的代表 那进行会见 而不是说是这个共产党国民党的会见 也不是一个统战的这个意义上的这么一个会见 是吧 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第三点呢 我觉得就是与西方大国的这种合作关系 尤其表现在与奥巴马和这个艾登的这个身交 这个方面 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王立军逃管以后 是艾登 是吧 这个把王立军 跟江派之间 他们之前搞这个对搞政变这些材料 破坏法轮功这些材料 交给了习近平 习近平回国以后就跟胡锦涛 是吧 温家宝 接成联盟 最后把这个薄熙来给打下去 是吧 然后最后的话又追查到这个 周永康等等 跟那个奥巴马来说 我觉得习近平跟他就是进行了多次的 长时间的深交 深谈和交底 双方实际上是 确定了在如何打僵方面 以及各种方面呢 实际上都有一些周密的安排 这次这个 很多的这个 这个信息报道出来以后 都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呢 双方 这个是有这个 默契和合作的 在这个对外关系上 我们刚刚讲了三点 是吧 一个是这个 跟新兴国家建立的关系 跟邪恶这个势力的这个 格列 以及呢 跟那个西方国家的合作和默契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什么 一个全面的牧林关系 其实在亚洲 习近平是跟俄国和韩国 建立了一种 类似盟国的这种关系 是吧 这个是两个支点 然后呢 跟日本 越南 是吧 印度 等这些有矛盾的国家 一一和解 同时呢 用一带一路 亚投行 这种经济关系 来加固这种牧林关系 所以呢 从这个外交策略的 这个四个方面来看 习近平 我觉得他是 跟历来的中共领导人 是不同的 是吧 走出了自己的路 这个呢 刚才我们讲了 在政治司法制度方面 在这个打虎方面 以及在这个对外策略上 这个习近平 有了一些 破格之举 是吧 另外在第四个方面 也就是在 用人和代人上 我觉得习近平 也是有崭新的思维 和独到之处的 当然我们知道 是吧 习近平有两个 左膀右臂 一个是王启山 再有一个是栗战书 这个都不用多说 大家都看得见 还我主我说的 主要是体现在 对王滬宁 这个重用和器重上面 我觉得习近平 之所以器重王滬宁 主要有 在于三点 第一个 当然是胡锦涛的推荐 是吧 王滬宁曾经是 胡锦涛的智囊 是吧 当然胡锦涛 没有他的推荐的话 我想习近平 可能是不会 重用王滬宁 第二个方面的话 实际上是 王滬宁这个 跟江泽民划清界限 是吧 并有立功表现 这一点是极其关键的 如果说还是一个江派的话 那习近平根本就不会用他 是吧 第三方面呢 实际上王滬宁啊 他的一些政治见解 他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些 一些理论 我觉得跟习近平 是有 共识的 是吧 比如说他在这个世界民主潮流 是吧 在宪政 在有这个蒋经国 开放党 党经报警 这些问题上 这个分析上 我觉得 习近平是欣赏的 所以呢 习近平会重用他 这当然显示出习近平的一个用人的 一种方法 是吧 这跟以前的中共领导人是不一样 尤其值得这个一提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什么 习近平他对外国学者 同样是宽容的 比如说 这个美国政治学家 福山 福山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是吧 在苏共解体之前 就是89年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历史的终结 当时呢 很多人认为 当时他这个见解 实际上在很多人都没有预见到 苏共 阵营会 崩溃这个情况下 他从理论推导上 已经预见到了 因此呢 在这个之后 他就被认为是 西方政治学界观察 这个 共产极权国家 发展的 这个崩溃趋势的一个窗口 和一个指标性人物 那么现在呢 他的理论又有所发展 比如他提出来 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政治次序 应该有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个是国家的管控能力 是吧 第二个呢 是法治 第三个呢 是问责治 这个正好跟习近平 目前的这个 呃 大疆 是吧 呃 依法治国 正是契合的 是吧 所以呢 习近平和王启山 都先后接见了他 跟他会谈 我觉得在这点上呢 习近平可以说 接见他 应该说是 释放出一个信号 就是说 是欣赏他的政治见解 而且呢 呃 很可能是 在延续着这条 这个路子 在进行实践 是吧 以上呢 我们就简要的 梳理了一下 这个四个方面 就是习近平 这个 这个破壳之举 从政治司法制度方面 从这个 反腐 打虎方面 从外交策略方面 以及从用人方面 那么从习近平 目前对局势的 这个掌控 是吧 以及对这个 目前掌握这个权力的 这个权势来看呢 这个 我觉得哈 这些破壳之举 绝非偶然 而是 预示着一种 中国将发生巨变的 一个信号 我个人认为哈 从目前各种迹象来看 习近平 可能要做一件 惊天动地的事情 但是呢 这件事情 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可能 还不完全清楚 但是呢 这件事情的意义 以及它将产生的 历史的轰动效应 我觉得 绝不会雅于 当时苏共解体的 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会包含 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从习近平 反腐打江这个思路走 是吧 我们可以 可以确定的 就是说 是什么 就是说习近平 逮捕 和审判江泽民 以及清算江泽民 破坏法轮功这个罪行 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第二个呢 我觉得 从这个习近平 反复提到了 中共亡党的 这个言论 这个思路 以及呢 从打虎中揭示出来的 中共从上到下 全部烂透 是吧 这个 这个现实 以及呢 从民意对中共的 这种厌恶 还有就是 江泽民 跟中共之间的 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种种关系来看 我觉得啊 中共的解散 和解体 应该是一种 必然趋势 当然了 那这也是习近平 他所应该承担的 历史责任 和正确的选择 第三个 最后 我觉得我是具有 很大的信心 就是说 这个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个 没有中共的新中国 一个重新恢复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世界强国 将屹立在东方 这一点 我觉得是确信无疑的 好 谢谢大家收看 这次节目就到这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